其實就是 有多少好笑 是不是RFA今天說 最近有人寫一篇文章 現在中國進入了歷史裡面的垃圾時間 先找回這篇報道的印象 垃圾時間 簡單來說就是 改革失敗 自己又做不到什麼 索性什麼都不管 你現在什麼都做不到 你看著國家 你看著歷史 往沉淪的方向發展 你做不到任何事情的情況下 就只能夠自保 垃圾時間是怎樣 垃圾時間 各自為政 垃圾時間 一般形容體育賽事 就是踢球 人家已經贏了三比零 你還要多捏二十分鐘 那二十分鐘就看來要跳氣了 這個意思 是啊 光傳媒說 光傳媒引述 就是網民流行 這個歷史的垃圾時間 來描述一個 現在叫做 背離經濟規律 個人又沒有力改變 而且必然走向失敗的階段 這個時候寫這篇 這個我覺得就是 拿來回應三中全會 三中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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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吹緊風說政治掛稅 不跟你說經濟 但是三中全會 是應該說經濟的 三中全會為什麼說經濟 因為他是交代 我們是第一個說的 他是交代新的五年計劃 這五年裡面的計劃 全部都不說經濟 只是說政治 至於經濟應該要怎樣做 現在就是鑑賤 買些東西出去 玩到連印尼都收你關稅 不是 那你三中全會 你為什麼沒有了 你沒有了聲氣 你是不是應該 找些人來鋪戰一下 現在那個新的國家 那個經濟方向 五年經濟方向是怎樣 他說一些很虛的事情 說了兩件事 第一 就是叫做深化改革 深化什麼改革 你這麼多年 習近平都說深化改革 你見到就是越改越衰 是不是 什麼改革 你現在哪個基礎上改革 你改回去毛澤東的時期 越改越封閉 我就說這個叫改革封閉 鄧小平那時候叫改革開封 現在叫改革封閉 越改越封閉 倒行逆施 這就是所謂歷史的垃圾時間 背離經濟規律 個人武力改變 看著向毛澤東的混沌時期去改變 這就是垃圾時間 就是現在所謂三中全會所說的 這個深化改革 第二 三中全會說什麼呢 就是說 這個叫做中國式現代化 他什麼時候不是說中國式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 就是不會再跟你現代化 兩樣東西都是虛的 中國式現代化 任何東西加了中國式 就是由政變富 就是一個富豪來的 就是說 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 就是正常人所理解的 就是退步化 反組 倒退 現代化就是現代化 為什麼叫中國式 怕你不明白 因為正常人的腦袋 就覺得 什麼叫做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就是中國人才會理解 什麼叫做市場經濟 中國人才會有這樣的話語權 就是中共才有這樣的話語權 要中共翻譯給你聽 什麼叫做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 其實不是市場經濟 但是他想到哪裡你覺得是 這個是市場經濟 只不過他是有中國特色的意思 這些 就要取信於那些左膠 社會科學的左膠 我們經常讀社會科學 以前說 社會科學有一種叫做什麼 就是 這個 這個相對主義 就是 相對主義的意思就是說 西方文明就不要太自大 不要太自我中心 文明就沒有高沒有低 每個國家都有權 因為自己的國情 去訂立一些 適合自己的國情發展的規律 是不是 所以 就算吃人族都沒有問題 吃人族他們的文明 你要尊重這些文明 是不是 用刀叉去吃 吃人沒有問題 因為他們的文明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國家之間 我就記得 我記得 你以前批評 就是 以前批評蔡子強 三個代表這些口號 都可以壞過理論的 說到尾就是 你說的社會科學強調 就是 你要將所有的東西 就是 用科學的語言 用數據去表達 幫人塗脂抹粉 嗯嗯嗯嗯嗯嗯 是啊 就是 你所有的東西 加上中國式 就是負面的意思 就是不是的意思 中國特色的 全過程民主 就是不是全過程 全過程都不是民主 中國特色的 這個什麼 人權觀 人權理論 就沒有人權 是吧 然後中國特色的 還有很多什麼 中國特色的 就是講市場經濟 中國特色 就是社會主義 就是不是社會主義 你總理 習近平剛剛上台的時候 已經跟你講新常態 什麼叫新常態 就是經濟放緩 要接受 是啊 經濟不好 你要接受 整飾整水這些名詞 我們要和大家破障 就要這樣講 不厭其煩這樣講 為什麼 講來講去 都是講這兩個虛詞 就是因為交代不到 三中全會 三中全會 至少貿易上那條路 你就閘著了 如果路徑依巡的話 你應該依巡回三中全會 定下來的規矩 三中全會說了 要加強新質生產力 要力谷新質生產力 和新三樣 現在這兩條路都被封了 你怎麼走下去 你再講的時候 然後 你就要回答 你怎麼解決現在 那個貿易戰的問題 不只是中美貿易戰 是中歐貿易戰 整個西方去打貿易戰 然後再加上印尼的問題 印尼突然加了你關稅 在這個三中全會面前 其實一巴掌下去 習近平那裡 你想搞傾銷 你想搞舉國體制 是路路都不通 你想跟黨內說 不要緊 西方國家不做我們生意 我們傾銷是其他國家 總有國家做我們生意 你見經濟政策 以至到居住政策 習近平都很坦白地跟你說 保護地方經濟 但是不保護住民利益 金融方面 是保護銀行資產 但是不保護股東利益 這個方向很明顯 但是他不敢說出來 不敢說出來 就新新新新 新型什麼關係 新型什麼什麼 就是說一些虛詞 廢人事跟你去理解 所以呢 大陸人 就很簡單 廢人跟你搏 這就是垃圾時間 就是垃圾時間 我們沒有能力改變 所以就要躺平 最後就是躺平 搞到官媒發爛詐 北京日報 發表評論文章 就是藝學術 炒理念 這些東西 鄧炳強就會拘捕 現在沒有拘捕人 現在只是罵 這個什麼 米塞斯 米塞斯就是寫文章的那個人 這個就是網民 他是引述權威 奧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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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太美國經濟學家 米塞斯說 其實這個理論 不是作出來的 是 米塞斯這個經濟學家說 從經濟學的邏輯看 當某段時期 背離經濟規律 個人沒有能力改變的時候 就會走向失敗的階段 而國家失敗的時候 最重要 國家失敗不要緊 自己不要失敗 各自為政 國家自訴換前說 既然是歷史的垃圾時間 這段時間 有些網友 有些網民說 這些時間 做一個自保 自保最重要是躺平 就不要 十元一天 十元洗一天 就不要 就好像 之前有間金融公司 是不是中銀 有個三十歲美女 中金 中金嘛 美女 剛剛做了別人的老母 因為減薪 然後就跳樓死 因為他買了一套 成千萬的樓 然後你減薪 他根本就供不起 然後再看回那個經濟環境 他發覺根本沒有辦法 人工是沒有 很長的時間 不會上回去 他買樓之前 他覺得 信錯了中金 他那個信仰崩潰了 索性死 跳樓死了 你說這件事 在微信微博是封存了很久的 那個叫做鄭文露 是 現在 這篇文章 引來的官媒去反駁 其實都幾肉痛 因為其實很嚴重的 因為裡面說 你從這個 什麼叫做 借題發揮 對國家發展 長者短嘆 陰陽怪氣 無非都是影射現實無奈 否定和看衰中國 今天的一切 那是因為你太悲觀了 你看不到柔治及卿的好處 大陸都是 東升西降的好處 樂觀就是變成鄭文露 樂觀 是很清楚的 是啊 明明你自己 一表人才 但是無用無知地 浙江大學畢業 浙江大學金融是畢業 是做Banker 很多人都說他蠢 為什麼他 這些環境 出來找老闆 應該出來找老闆 問題就是 為什麼他這些時間都去買樓 也有很多人分析 就是說 因為他的信仰 他93年出生 他成長到現在 一直都是見著中國起飛 覺得買中國一定會贏 是說中國的中上產 很多這些人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躺平 躺平是一個年齡層的 九五年出生 打後的人 因為他們剛剛出來 已經是見到 就是中國 资金鏈斷裂 他們上位 無望 經濟極差 他們就索性躺平 但是如果你 你 你說的 例如鄭文露 那一類93年之前的人出生 例如 去到我們這一代的人 例如 我們這一屆的大學同學 可能會很討厭躺平 為什麼 因為他 我們成長的經歷就是 中國的那一個 經濟階段 是正在起飛 正在起飛的時間 自自然而 遇到現在 大家覺得 好像沙士一樣 好像香港人 遇到沙士 那時候 我覺得是三時性的 為什麼你不行 第一 第二 就是 那時候我就是 所以 我就是 說 我 我應該要趁這段時間 拼命 看看可不可以 撈一層 淘汰回來 然後 等資產增值 但現實 告訴你 當年 香港 沙士 捱到 2007年 你那層 撈底屠 大樓突然之間 爆升 但問題是 現在疫情打後三年 中國的房地產 以及金融 都還是很恐怖 你剛才看到 DW 或者VOA 都說 中國的銀行業 放貸比率太差 銀行都借不到錢 借不到錢 出去自自然然 他要找什麼人的錢 就是找這一班 中上產的錢 所以 現在的中上產 信仰崩潰 絕望 很容易 現在是容易自殺 躺平族 不是開玩笑的 嗯 你現在看到 這篇文章 其實你就是用那些 你明白 為什麼要月球滑土 好 太空養魚 為什麼 你為什麼這麼花國力去做這些事情 就是欺騙你的人 就說 你的犧牲是值得的 如果沒有14億人犧牲的話 國家怎麼會這麼強大 可以在太空裡面發揮生存空間 什麼叫垃圾時間 所謂的黃金時代 是趕上的 是無數人參與的 應該是這樣 還是有無數人參與 趁你講這件事 Catty將補充 就這樣問 當年的淘大樓30至50萬 我們成班同學都身份 當年不拿關窗賣樓 現在你有機會 不是你試一下 整個早兩天 就是這個 東莞 一千元一尺 是的 海日號 一千元一尺 平均地千二元 你可以去搏 我全力支持 東莞 始終都是工業重鎮 口街後面 口街那麼爽 口街當年 牛哥 真的比不少美女 另外 有些學者 這個值得一提 人民大學 重陽金融研究執行長 黃文說 什麼垃圾時間 歷史垃圾時間 是藝學術用詞 他說 這個名詞 比流行的躺平論更加危險 試圖營造國家即將終章失敗的大眾預期 以及誘導民眾不配合 其實這個就是極權國家的惡夢 告訴大家 極權國家 是 它是擁有國家的公權力 但是國家的公權力 你請很多國安 請很多維穩人員都好 你始終 你所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你要對付一些抗爭者 示威者 那些維穩人士 你國安是夠做的 但是現在不是 你說躺平本身 就是大範圍躺平 人民如果不積極 去上班 去緊守崗位的話 你整個國家 你有這樣的預期 就會必將走向失敗 經濟就是講信心 經濟就是講信心 如果大家沒有信心 講得明白 大家都有共同感 大家都有共同語言 喂 是啊 這個國家是玩完了 失敗的了 就一定是走向攬炒局面 你獨裁國家 極權國家 是沒有可能做到事情 我不是說 那些人不生孩子 你做到最極端的就是為他們春藥 然後配種 當你好像動物一樣配種 逼你搏夜 好像動物一樣 蒙頭入閘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都做得很盡 這個國家 變了14億人 都是奴隸 奴隸就支持不起一個 他不會支撐到一個 一個中度發展的國家 奴隸就是做一些農業國家 你就回去小農社會 那你就不要跟別人比拼科技 沒有的 很多人都在預計一件事 中國不會再走出這個中等收入陷阱 你所謂的現代化 大家明白嗎 中國式現代化 就是不會現代化 是沒有現代化的 例如現在 你看到有人躺平 發爛窄 露羞成怒 然後 就說惡意什麼什麼 惡意什麼什麼 惡意不上班 惡意請病假 惡意不買樓 什麼東西都惡意 是否就是靠客 胡蘿蔔和大棒 胡蘿蔔不見了 只得知大棒 一個只得有大棒的國家和社會 最後那些人 就算努力也好 你踢一腳才動一腳 每個人 都是做起碼應該做的事 維持到生活的事 然後等攬炒 等你撲街 其實就真的很快就撲街 只要大家都看不到希望的時候 沒有人去幫這個當權者 去搞維穩 就算維穩也是做樣子 是不是 我們看過 你記不記得我們年輕人的時候 看過 希特蘭最後12天 那部電影 叫做丹科 嗯 本身很有紀律 這個納粹軍 大佬 看門口的人都去吃煙 是不是 維穩 維穩什麼 看著現在大局 這個大局議程 就是 敗局章程 已經是 積極來做什麼 你是連幫你維穩那些人 都出不了糧的時候 就等於我們說最近的英國大選 保守黨那些人 都寧願把最後一筆 他們的最後一筆都很便宜 就去到大選日子 全都在7月4日 是啊 這些就是沒有紀律 沒有的 你獨裁你不要以為 這就是正式 車公所說 威人威威不示威 如果你每次只靠我 你就算是胡蘿蔔 也是騙人的胡蘿蔔 你就說 哦 你的付出 是有成果的 我們才可以 在月球上 和美國去比拼 比拼做什麼 我為什麼要比拼呢 關我什麼事呢 你威而已我威嗎 我無名英雄 我不會有名的 那你見到 中國今時今日 他唯一 既然爆了國內的經濟這麼差 他可以做的兩件事 第一就是傾銷 希望有這麼多外匯 刮這麼多外匯 第二 我們都開始 我們第一節 或者昨天都開始說起 香港人這麼有錢 香港人用盡方法 把資本外流 是不是要想其他的方法 刮進香港人正的資本 所以我才知道 你一直都 大家都不是很想提的一件事 就是 何永賢這些人 開始 就是會對這個公屋庫護強硬 就真的大家看路了 很明顯是上面 要救上面的經濟 老香港人 辛辛苦苦 因爲奸公屋累積的財富要上繳 嗯 是啊 所以你說 都說了 你攬炒時刻 歷史真是進入垃圾時間 其實他感到生存危機 其實你想躺平 你都要找空捐 就是不正所謂 君子不立的危場之下 那你可以拼的 不是啊 榮哥在我們活動那裡經常說 剛剛你躺平了 政府就和我們的農夫一模一樣 將你 就秤回45度割 然後才容易割 真的 真的